曾經有個很窮的老公 除了很蠢的老婆 由於他們很窮 老婆每天都會穿同一條裙 穿了這麼多年 穿一穿一穿就越來越多了 由於他老婆很蠢 在家裡每天做的家務 都只是不斷地補回裙的裙 不斷綁 不斷綁 有一天老公工作回來家後 見到老婆在哭 我這條裙穿了太多年了 我家可以補這條裙的布 都已經沒有了 以後全身都不知道出去怎麼見人 老公見到老婆這麼傷心 安撫了她一會之後 就決定自己偷偷地走去市集 買了一條又新又漂亮的裙 回到家裡打開門口 就跟老婆說 驚喜 老婆見到這條新的裙 就很開心 嗯 疼了老公 可惜他們的錢已經用完了 那晚唯有沒有飯吃 但是也過了一個最飢餓 和最甜蜜的一晚 第二天老公一起來就嚇了一條 嘩 啊 啊 為什麼 因為 老婆就跟她說 老公老公 我的裙子補回來了 那那些布在哪裡來啊 哦 我把你昨天買給我的裙子 做一塊塊 那將那些一塊塊補回 這條舊的裙子的時候 還剩下很多 有一段時間都不用怕不夠補了 個很窮的老公 就看著一個很蠢的老婆 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好像加分了我們什麼 正所謂 人蠢無弱意 意座都變白痴 如果你聽完這個故事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算了 聽到這裡好聽了 停 但如果你聽得懂我說什麼 故事教訓我們 不要只是把眼光放在失去的東西 很多人一直為了以前的挫折和失敗 感到困惑 就好像穿著一條狗裙 就是想著怎樣補好它 你其實跟蠢的老婆都沒什麼分別 因為你一直都會穿著狗裙 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應該吸收經驗得到教訓向前往 而不是就是妄想追回過去 把眼光嘗試放掉一點 珍惜新來的事物 你得到的也自然會更加多 其實你身邊有很多條新的裙 不過不可能你沒看到 我做店 現在商訪請人是很難的 不斷地請人流失 請人再流失 就好像穿著一條舊裙 你只會不斷地補回 不如試想想有什麼新的創意 放在一本生意裡 簡化流程折省人手 推出一些利潛高一點的產品 在店舖重新定位 這樣可能你會發現到一條新的裙 我自己也換了很多次裙 去回你那裏 狗裙 新裙 選偏條 就來想你了